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拍卖网站 可以看到大量中低阶等级的挖矿后显示卡在大量出售 老实说我还真的蛮好奇这第二次矿灾矿壁暴跌后 这些挖矿后的显示卡状况还会很好吗? 所以我随便找了一家卖的比较便宜的矿老板 买了一张机家AMD RX580 8G来看看 如果状况还不错 搞不好还可以给黑苹果机上网简单使用 嗯 这家矿老板在包装上还算蛮用心的 整整齐齐的完美包装好 只是我是买RX580 他却是用了RX570盒子寄给我 拜托啊 希望可别记错啊 哦 原来他是用手写改成我买的机家RX580 8G 哦 那这下可就安心许多了 好吧 马上来开箱简单介绍一下 哇 这RX570的包装盒子外表还真的有够新啊 应该是一到货后显卡马上被上机操作 盒子就从此进了库房 没再动过保持如新 心心的让人看起来心情特别爽快 豪评 这就是刚看到在气泡纸下手写标示的机家RX580 8G 好 快来打开看看里面挖矿后的矿卡状况如何 哇 我的天啊 这包装方式真的是标准矿业风啊 找个东西能固定就寄出 内外的感觉真的差好多啊 但也还好啦 这矿老板还有用气泡袋和放了几包干燥剂帮你维护一下 也算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 啊 这 这张机家矿卡RX580光从外表看起来就知他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一个老将啊 外观比号称女用自用卡感觉还老了10岁哦 感觉是留着最后一口气 看能不能找一个好人家 再从此安享晚年到报废为止 让人感觉心酸啊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他的散热骑片 到处都是有氧化生锈现象 光看就觉得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哎呀 这张矿卡真的还能使用吗 再看看他上面的导热铜管也是没有好到哪里去 就差青铜锈般古董感觉还没有跑出来而已 背部的PCB和接铁看起来还算完整 只有固定用的螺丝有点生锈现象 在金手指插脚 可能只有插拔2-3次吧 看起来还算完整 没有长铜锈的东西在上面 嗯?这张显卡输出插槽挡板 比我预期的还好 看样子矿老板有用心处理过 其实你仔细看 还是可以看到秀斑的纹路在上面 好啦 显示卡整体外观就先看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上机实测这张矿卡RX580 8G的表现是如何 在插上前 我们还是先用橡皮擦把金手指上面的灰尘再处理一下 减少等一下接触不良 无法开机的机会发生 嗯?怎么插不进卡槽孔?怪了! 啊!忘了把输出孔的保护盖拿掉 不然是会卡到我的裸侧架的显示卡架 嗯?搞什么啊?怎么会插得那么紧拔不出来呢? 哦!终于拔出来了! 哦!我的妈呀!这DP输出孔生锈的也太严重了吧! 保护盖几乎被锈斑卡住 难怪会那么紧又超难拔起来 哇!这样不妙哦!其他的输出孔不会也是这样惨状吧? 哎呀!都是一样超难拔出! 哇!都是一样锈斑满满一点都没少 目前看起来只有挖矿输出常用到的HDMI输出孔正常 其他三个DP输出孔都是生锈的 怎么办啊!这三个DP输出孔还能用吗? 真的让人很担心耶!不废话了!快把显卡插上去测试一下 好!完成!开机! 嗯?风扇怎么不会转啊?是怎样啊? 没有安装好吗?还是没过电? 有啊!雪冷头和记忆体上面的RGB灯 都有亮起在运转中 可是这张RX580还是没有反应呢? 不会这次真的踩到雷翻车了吧? 关掉电源再重新安装一次看看 好!安装完成!再次开机! YES!吓死我了!终于启动 还以为这次被骗买到坏的显示卡了 咻!现在可以放心一点 怎么又换萤幕没有启动显示呢? 啊!抱歉抱歉!真的在搞笑 HDMI输出线没插上去 怎么会有画面呢? 嗯?等了一下还是没有出现画面 那再重新开机一次吧! 哦!有了!开机画面开始运行 没问题!到现在运转过程还算顺利 OK!成功进到Windows 11 但此时我必须提醒你一下 在显示卡上面的风扇 噪音会是非常大声 开机时大约会在70分倍左右 当进入系统后 风扇噪音大约能降到60分倍左右 能不能接受这一点问题就看你个人了 毕竟它是被超过24小时 不关机连续吹送散热 如果你有打算长时间使用 那就可能要自己再花钱T1风扇会保险一点 免得哪一天风扇不转了 你的显卡温度过高也跟着一起带走 好!先用4Mark烧卡测试一下 因为矿老板说他 他有烧卡过才记住要我放心使用 但商人的话还是听听参考就好 你买回家后最好自己再测烧卡一下 证实矿老板有没有说假话再骗你 这样对自己也比较有保障一点 嗯?都还没两分钟就直接黑掉画面挂了 不对哦!这张显卡的体质也太糟了吧 再重新开机烧卡重测一次 哎呀!真的在两分钟内就挂了直接黑画面不能用 想不到这次买矿卡要来捡肉却是翻了车 完全和矿老板保证会过烧卡能安心使用差太多了 不行啊!这种感觉真的骗很大 马上拍照录影传给矿老板 不问他要如何处理 再不行我也只好办理退货处理了 所以这次经验再次建议各位 如果真的手头没什么钱 想减肉买张矿卡来用 还是要再有交易保护的拍卖网站选购 比较有保障 可别忘了就算你能约在外面面交取货 但回到家结果一上机测试 是拿坏的显卡给你不能使用 要再找到卖家可是比登天更难了 更惨的是去面交花了车枝和油钱也都白花了 除非你可以在矿老板家里面测试过再拿回家 或是矿老板可以让你自己选卖相家能用的显卡 那就不用考虑太多安心买了吧 嗨!接下来就是换我苦恼了 我这张有问题的基家RX580 8G显示卡 看看矿老板要如何处理了 最后再次提醒告诉大家 买矿卡会出现的问题和机会都很高 除非真的没有预算 只要一张亮机卡使用就好 那就安心买吧 反正它还能撑过烧卡两分钟 但要长期文书电脑简单上网看看YouTube使用 我强烈建议还是别买矿卡来用 毕竟CPU内建显示功能都可能比它好 而且也没有显示卡上面风扇不断老人叽叽叫的噪音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最近也有买到更夸张品质的矿卡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